西夏亡灵 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园 也是被盗绝最严重的陵墓 西夏是北宋末年 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政权 历经十个皇帝 存在一百八九十年 西夏亡灵一共有九座帝王陵墓 二百余座王侯熏妻的陪葬墓 规模非常庞大 那西夏亡灵为什么被盗绝的这么严重 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奇葩设计 中国古代地灵不管规模大小 都会隐藏木道和地宫的入口 防止盗墓者的破坏 最厉害的乾陵 千百年来 多少拨人都没有找到木道口 但是西夏人偏偏对着干 他们在木道上堆砌一道土坡 叫做鱼两脊 这就是说根本不用去探木道 西夏人都给你标注好了 有鱼两脊的地方 就是木道 这可能是西夏的墓葬习惯吧 也可能是西夏人当时太过于自信 不管怎么样 正是这种灵墓设计 让西夏亡灵惨遭一波波盗绝和毁坏 1977年 宁夏考古队对西夏亡灵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 当考古队员进入墓室的时候 发现盗洞赫然 墓室里被洗劫一空 文物的碎片到处散落都在地上 这是一场文物浩劫呀 考古人员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墓室 一个年轻的考古人员压不住心中的怒火 对着墓墙狠狠的帮踹了一脚 谁知道这一脚竟然把土墙踹了个洞 而洞的那一边竟然还有一个密室 满满的珍宝 看来这西夏人还是很聪明的 知道盗墓贼会打扰自己 所以又弄了个密室 把最重要的文物放在里面 密室当中最珍贵的 就是西夏溜金铜牛 也被大家戏称为一脚踢出来的国宝 六斤铜牛体型硕大 长1米2 重达376斤 牛身横握 两眼圆针 头顶两脚 体态健壮 工艺精湛 号称西夏第一牛 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家有时间 别忘了到那儿去看一看 我是陈坤 关注我 我们继续一起聊国宝故事 谢谢大家